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有直笔同学请拿出我们的纸和笔 那么激考同学呢请拿出我们的电脑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听写吧 The first one Respear Respear Next one Vegetation Vegetation Next one Ecosystem Ecosystem Next one Organism Organism Next one Diversity Diversity Next one Evolve Evolve Next one Cultivate Cultivate Next one Vase Vase Next one Fungus Fungus The last one Jungle Jungle 好 这就是我们上节课的全部重点单词了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放下答案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 然后对一下自己的单词有没有错误 那么建议大家每一个单词错误单词 写诗变甚至更多 然后给大家拓展一些 我觉得比较重点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Vegetation 这个单词呢 我们给大家拓展的是这个Aspare 它和这个Vegetation相差了一个单词 把R换成A Aspare它是项毛 向大家区分一下 然后关于这个Diversity 给大家补充的是这个Biological Diversity 而是无妙性 那这个我们在这个Aspare读里面 这个Biological和Diversity 是经常同时出现的 像大家可以积累一下这个单词 然后最后给大家说的是这个Fungus Fungus呢 它是这个真菌的单数形式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的复数形式呢 是这个特殊的 变换比较特殊 不规则变换 那么它的这个复数形式呢 是Fungi 大家要注意这个单数呢 后面有个S 那么这个复数它后面没有S 我觉得大家容易计会 所以给大家强调一下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 今天的课程内容学习 我们今天呢 讲的是Chapter 3 任务保护 那么有书同学呢 大家可以打开我们书的第32页 那没有书的同学呢 我们直接看我们的公平TPT就可以 那么今天的音频呢 一共有48分钟 好 那么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开始给大家 开始今天的课程内容吧 英语真经 让学习更高效 大家好 我是学位的压老师的学单词 今天我们来讲解 社会真经这本书的Chapter 3 第3章 请大家打开第3章2页 这一章单词 我们开始来请讲解 第一个 Biologist 这单词大家需要注意一个词 Logist L-O-G-R-F-D 它的意思是学者 研究者 某一个学图的专家 所以大家知道Biology是生物学 那么这个单词就是生物学家 下一个 Zoologist 动物学家 Zoology 动物学 Ecologist 生态学家 Ecology 生态学 那么这个单词 大家需要注意写过词汇 生态系统 我们应该对生态系统做出贡献 Ecosystem Bortunist 名词植物学家 Bortuny 名词植物学 那么这个单词的学家和前三个是不一样的 R-I-S-T 代表学家 那么N-Y代表的是学科 Memo 名词 哺乳动物 知道这个词 大家一定要知道 越多里面参考的一篇文章叫做蒙马向 蒙马向的P写 Memos M-A-M-M-O-T-H Primate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灵长木动物 那么这个单词 它是从Prime的单词变过来的 Prime 大家知道P-R-I-M-E Prime 第一的最初的 那么Primate 它代表的是重灵之掌 那么万灵之掌 就是动物进化的最高点 所以它是最初过来的 那么什么东西都要从它进化过来的 所以它就是灵长的动物 Rertebrate 名词 脊椎动物 那么说到脊椎动物 大家必须要认为一个单词叫做脊椎 Spine S-P-R-N-E Spine Reptor 名词 爬行动物 这个是我们听听的重点单词 Amphibian 一词多语 名词 两栖动物 两栖就是水路两生 或者是形容词 两栖动物的 那么这个单词的前缀 Amphi A-M-P-H-R 它的意思是两个 两种 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 Amphibian 就是水路两生 两栖动物 我们一般说用它的形容词 两栖物种 可以把它变成 Amphibious 后面结尾是B-I-O-U-S 那么两栖物种 Amphibious species Amphibious creature Creature C-R-E-A-T-U-R-E Cunnival 名词 食草动物 大家注意一下 Card 前缀 C-A-R-N 就是flesh的意思 F-L-E-S-H 肉 所以Cunnival 食草动物 Pubival 名词 食草动物 前缀 Herb H-E-R-B 代表的是药草 Creature 这单词是从Create 过来的 Creat 是动词创造 那么Creature 创造之后的 万物 生物 Vitalized 名词 野生动物 野生生物 那么这单词 大家应该知道 Wilderness W-R-L-D-E-R-N-E-S-S 表示是荒物 荒叠意思 Phona 动物菌 Phona 是罗马神话中的 女农牧生 那么下一个单词flower 植物群 flower 的意思是罗马神话中的花神 所以这两个单词该怎么去区别呢 fauna N 有字母N 它代表的是animal 所以它就应该是我们的动物群 而flower 这单词有R flower 代表花 所以它是我们的植物群 所以这两个单词是由罗马神话中引申过来的 同学们只要去背他们其中的一个字母 便可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species 名词物种 单复数同形 flog 动词 聚集 名词群 这个群也指的是羊群或者是鸟群 那么羊群的话 我们的flog就会引申出来一种绒毛 绒毛的意思 如果是鸟群的话 大家得记住一个我们的俗语 bear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herd 名词 兽群 我们一般说牛群 我们现在学后面一个单词是cattle c-a-t-t-l-e cattle牛 牛群就是herds of cattle herdsman 牧人 那么这道牧人 大家看到这牧名是游牧式的 在我们建立的一个填字体 游牧 nomadic n-o-m-a-d-i-c 所以游牧名是两个单词放在一起 nomadic孩子呢 sworn 表示一大群 所以a swarm of something 一大群什么 我们后面可以跟的是动物昆虫 thron a swarm of 一大群 后面一般记得是人 所以这两个单词它都有off结构 crowed 名词人群 它可以没有这个off结构 就直接就代表的是人群 the crowd beast 名词野兽 我曾经看过迪士尼动画片《美女野兽》 它的英文名就是beauty and the beast brood 词残忍的 名词残暴的人 crowed 形容词残酷的残暴的 所以它没有名词的意思 originate 动词发源创始 那么我们需要在538里面背个单词 originate from 等于derive from 等于stem from 三组同一次替换 那么这三组里面大家需要知道 originate它的变形 名词orange 起源发源 stem from stem 它有基金词文的意思 表示植物的精 好 这是我们这两页的重点内容 那么同学们先跟我来复习5个单词 我来说英文 大家反应出来我们的中文就可以了 the first one flora flora next carnival carnival next one beast beast next one botonist botonist the last one cr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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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小节 第一单词 ancestor 名词 祖先 最单词需要大家记一下两个词 词根 第一个ses cess 走 大家应该知道538里的单词是access access 表示的是动词进入 or结尾 代表的是人 所以走在前面的人 就是我们的祖先 那么有祖先就得有后代 所谓后代 descendant ant 结尾 词坠 表示人 我们一般说 inhabitant ant 表示居民 assistant ant 助理 所以ant 这个单词 这个词坠表示的是人 那么有祖先 有后代 那么后代的给大家一个同替 offspring 子春后代 这个单词的单负数是同行 所以说他们有两个子女 they have two offspring 不用加s subgroup 名字 子群 大家知道s 再一次的意思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divide into 把a分成b subdivide 细分 再一次分 feed 动词 喂养 那么这个单词 只要一出现 同学们脑海里 都有两个词 一个是词度搭配 feed on 喂养什么 吃什么 同替 食物 food breed 一词多意 动词 繁殖 名词 品种 breed 是从blue 出来的 B-R-E-W 它表示是酿造 或者是加热 所以就指的是小肌孵化的这个过程 要繁衍下来 繁殖下来 interbreed 动词 杂交 inter前缀 表示在内 在中间 那么在其中 在两者之间相互繁殖 那不就是杂交吗 interbreed hybridize 动词杂交 大家需要知道它的名词 hybrid hybrid 名词杂交 名词混血 名词混合物 所以混血长得漂亮 那么混合物 我们要找一个比较高级的单词 词组 叫做混合动力汽车 hybrid electric vehocus 三个单词变成那个词组 混合动力汽车 proliferate 动词 迅速增值 聚增 那么它的名词 ate结尾的 名词变成了ation ation proliferation 名词 聚增繁殖 sterility 名词 不生育 那么不生育呢 其中我们要知道两个三个单词 一个是受精 fertilization 这个单词除了表示化肥 试的意思 才表示受精 我们说昆虫受精 就是这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呢 是胚胎 embryo embryo mate 动词 交配 配偶 我们一般说名词啊 动物交配用的是mating 那么mating的同替呢 就是下面这个单词 crushing 那么交配呢 就要产卵 那么lay 产卵 那么产卵还有个动词的同替 就是下面的一个单词spawn spawn 它特制的是鱼 鱼的卵 产卵 那么产卵呢 就应该孵化出来 所以h 孵化 动词或名词的孵化 那么孵化出来了 就是一窝又鸟 就是孵蛋 那么就是brood b-r-o-o-d 孵化出来以后呢 就成熟了 所以我们一般说成熟 可以形容人 也可以形容我们的动物 mature m-a-t-u-r-e 不成熟的 没有完全发展的 前面加个前缀 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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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 那么成熟呢 要在几个方面 要表现出来 比如说动物的皮呀 皮肤皮毛爪子等等 我们看这一系列的单词 该怎么去读 第一个 skin 皮肤外皮 那么这个单词 在我们的动物里面 和code c-o-a-t 同替 claw 名词爪 同替 paw 爪子 beak 名词 鸟嘴 sing 鱼鳍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 知道鱼鳍就得知道鱼鳝 那么鱼鳝是gill g-r-double-l 知道鱼鳝 还得知道鱼鳞 因为我们有一个读文 当时鱼鳞制作出来的假珍珠 所以鱼鳞是skill 除了表示规模 还有基金词会鱼鳞 s-c-a-l-e 那么鱼鳞呢 做出来的是假珍珠 珍珠呢 是per p-e-a-r-l wing 翅膀 那么在我们听力词会里面 这个wing呢 表示建筑物的侧楼 blue 羽毛 那么这个羽毛 我们要记住一个词组 a plume of blue smoke 一缕青烟 很飘逸啊 feather 名词羽毛 那么这个单词来复习一下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该怎么说 boot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fur 表示的是动物的软毛 或者是衣服的这种毛皮 那么我一般说球皮大衣 a fur coat c-o-a-t a fur coat bristle 就是名词 刷子用那个毛和中毛 cur 名词 卷区或动词卷区 所以我们一般女孩子用的卷发棒 就可以用 hair c-ur-l-e-r 一而结尾 insect 名词 昆虫 那么这个单词呢 sect s-e-c-t 表示的切 分 所以我们知道的相关的词是section s-e-c-t 表示部分 那么 insect 名词 昆虫 好 这一小节的单词我们就讲完了 那么大家来回想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五个单词 那么鸭老师一旦读两遍 同学们翻译出他的中文 the first one s-porn s-porn next breed breed next one descendent descendent next one coreship coreship the last one feather feather 三小节的单词 ing worm 名词 如虫 那么这个单词大家需要记得相关的动词 如动 wing w-r-i-n-g w不发音 所以是wing past 名词害虫 有害动物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的是杀虫剂 pasticide side呢 e-side的结尾 表示的就是杀 我们一般说自杀 suicide 杀虫剂 pasticide 虫剂 有昆虫杀昆虫杀虫子的insecticide s-side s-side paroside 名词寄生虫 那么它相关的一个单词把我们的te结尾去的变成我们的tism parosite的ism结尾就是寄生虫病 所以寄生虫病的表现就比如说你的肠道炎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医学方面的一个单词paroside寄生虫 spider 名词 蜘蛛 同学们需要注意它的蜘蛛网spiderswag 那蜘蛛小就多说了 同学们应该都喜欢看 butterfly 名词 蝴蝶 我们要说焦鸡花 a social butterfly maskito 名词蚊子 在剑诗仪里面我们学会一篇阅读 蚊子其中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的热度比较高就容易发生一种病 这个病的名字叫做瘧疾 瘧疾时会评 malaria m-a-l-a-r-a malaria correct a creek in the house is good luck 屋里有细帅就会带来好运 pagrin 名词企鹅 seal 这单词非常重要 seal 意思多译 名词海豹 动词密封 密封起来 或者是把它贴上封条 tortoise 名词鹿鬼 taple 名词海龟 那么大家就知道海洋 seal ocean veal 鲸鱼 那么我们要知道一种鲸叫做抹香鲸 spermveal 那么抹香鲸的体内可以产生一种香料叫做龙咸香 amber grace 那么火葩是amber a-m-b-e-r 所以从这边如果有阅读真经舞的话 一定要把其中那篇龙咸香这篇文章要好好读一读 因为它是我们阅读的基金也是预测经常会考虑的 camel 带鼠 那么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我们有一篇文章 在讲的是真经舞的塔斯玛尼亚虎 那也是一种哺乳动物Nemo 所以那篇文章也是重要的 camel 这个单词的谐音是凯模 那么凯模任劳任怨 所以骆驼 camel 谐音取记 那一般我们说到骆驼 那么商人用骆驼在沙漠中运行货物 所以我们要知道几个想法的单词 沙漠 desert 再用货物 运载 carry c-e-r-y carry 货物 goods g-o-o-d-s 商人 merc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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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h-e-o-t 所以我们这个例句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单词 大家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 merchant carry goods across the desert panda 熊猫 elephant 打象 关于大象呢 需要同学们这是几个单词 第一个是avory i-v-o-r-y avory 名词象牙 trunk 象鼻 horn 名词 指的是牛羊 动物的脚 所以我们一般说吹号角 乐器啊 吹号角 loverhorn bear 一词多语 一词多语 名词熊 别说北极熊 puller bear 动词忍兽 tolerate 忍兽 wolf 名词狼 也指的是贪婪者 它是指的一种形式形容者 指的是贪婪者 dragon 名词龙 指人的时候表示是汉妇 fox 名词狐狸 指人 指的是狡猾的人 cut 名词 右兽 那么相关的表示 右兽的具体动物呢 第一个小牛 calf 第二个 右拳 puppie 第三个 小羊 lamb 好 关于这个lamb lamb 必不发音 相关的一个混淆单词是limb 把我们的A字母变成I字母 所以limb 必不发音 limb 它的意思是四肢 lamb 名词是小羊 cattle 刚刚讲过了牛 我们一般说牛群 大家也想到了吗 群 牛群 herd herds of cattle 牛群 ox 公牛 boo 公牛 母牛怎么说呢 cow cow bufflo 名字水牛 一般都特质的是北美 北美的大量的野牛水牛 horse 马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俗语 叫做本末倒置 那么就是说在我们的马的前面放上了我们的马车 应该是马车前面才有马 这个时候就叫做本末倒置 所以它的这个读法就应该是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在马前面就放下了马车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zebrew donking 名字女 指的是人 就是指的是傻瓜 好了 这一张的单词我们也给大家讲完了快速给大家知道了 有一些动物类的单词你认知就好了 但是有些动物特质是什么人你这些必须得记住 好我们一样来复习五个单词 the first one camel camel next one parasite parasite next one fire fire next one horse horse 本末倒置怎么说 咱讲 本末倒置 这就是我们前半部分课程的音频 我们在听后面音频之前我们先带大家把前面的东西过一下好吧 好我换一种颜色的笔笔来给大家讲解 后面大家区分哦 第一个单词呢是biologist biologist 和后面就是zoologist ecologist 和这个botanist 我觉得大家就是认知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需要知道的是这个dist 以gist为后缀的这些东西通常表示一个人的一个后缀就可以了 logist后缀表示的是一个学者专家 那么其他的呢 我们只要看到什么gist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某方面的专家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个雅词阅读里面就够用了好吧 然后这个botanist呢是植物学啊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大家需要记忆好吧 我也是同学大家要积累一下 这也就没有什么给大家补充的 下一单词 第1个单词呢是memo memo它表示是不如动物的意思 那么给大家做点一个同学听话叫做creature creature它表示是这个生物的意思 那么生物呢它其实就包含不如动物对吧 我们雅词里面常见的上下意的替换对吧 memo的一个creature 然后还给大家补充了关于memo的两个短语啊 一个是sea memo或者marine memo 它表示是这个海洋生物啊海洋不如动物 那么有海洋的就是陆地的对吧 陆地呢就是把前面的sea换成land啊 叫做land memo啊 这marine这个单词 它表示这个海洋的这个单词给大家画一个五角星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submarine是潜水艇对吧 submarine是潜水艇啊 sub是向下的意思marine是海洋的啊 海洋里面向下走的东西那么就潜水艇嘛对吧 所以这个单词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个prime也表示临长动 这个大家只要了解就可以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prime啊 prime表示第一的最初的prime school 我们的小学对吧 最初的小学啊 那还给大家说点关于prime的短语呢 叫做prime beef或者prime cause of beef啊 它表示是上等牛肉框 那么这里的prime它发音为第一对吧啊 世界上第一的这个牛肉啊就是上等的牛肉框 对吧这也比较好理解 然后vertebrate这个单词是个重点单词啊 大家不要看它觉得拼写比较难 就觉得它不考哈 那这个在雅思里面见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它经常和这个reptile啊同时出现 一个是脊椎动物 一个是爬行动物 对吧 那么这个单词它是不太考拼写的 那么我们考拼写的呢 这个单词spire 这个单词大家需要重点记忆 那么还有一个表示脊椎单词呢 是backbone 我给大家写一下 嗯它也表示脊椎啊 所以这两个单词呢 大家都需要掌握拼写 好吧 那么因为脊椎动物爬行动物 一个竖着走一个横着走 所以给大家补充了一些关于竖着和横着的这些单词啊 第一个vertical啊 表示是这个垂直的啊 竖直的啊 那么horizontal啊 表示水平的啊 也表示这个水平线 地平线 对吧 啊那么有水平有数值 还给大家补充了一个diagonal啊 表示对角线 不这个考虑不是很多啊 在哈利波特里加过对角像 对吧 好 下一个单词 anphabian啊 这个单词也是大家了解就可以啊 不需要掌握拼写 那么herbible和这个carnivon 它是一组这个反义的单词词汇哈 一个表示食草动物 一个表示食肉动物 大家也是认知就可以了 那么要给大家晓得的是这个carnival啊 carnival这个单词表示食肉动物啊 那么当然有一个单词和它的发音一模一样 它的拼解是不一样 就是这个carnival啊 它表示是狂欢节的意思 啊 那么这个单词呢 我在第一次认识这个单词的时候 是源自一个影片啊 给大家把海报放出来了 叫做这个real啊 这表示是礼物大冒险 对吧 啊 那么当时呢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啊 就讲到了这个里面的狂欢节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下去看一下 非常有意思的 我看过很多遍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the carnival in real啊 给大家补充这个短语 就是我们里约日内罗举办的狂欢节 啊 然后有食肉动物 有食草动物 有杂食动物对吧 杂食动物也给大家补充出来了 Omnival啊 不过这个不是很常考 大家仅做了解就可以了 好吧 好 下一页啊 下一页啊 这个单词呢 是creature啊 creature它表示是动物的意思 前面给大家补充过这个同一题话 大家想想是哪一个单词呢 能不能记起来呢 然后给大家补充了一个关于这个creature的这个例句哈 说 she is a beautiful creature 你说啊 你个小可怜啊 一个比较就是 比较美丽的这个人啊 但他这个creature通常形容人的话来表示这个恋爱 或者是表示轻蔑啊 带有一种很浓的感情色彩 she is a beautiful creature 这里表示就是恋爱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人 倾国倾城啊 又美又可爱 好 下个单词呢 是wild life 它表示是这个野生动物的意思啊 那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关于wild life的短语啊 wild life habitat 它表示野生动物栖息地啊 habitat这个单词也非常重要哈 那么wild life sanctuary啊 表示是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啊 sactory表示是保护区的意思啊 这个单词也需要记忆 然后phona和flora 把这两个单词考的不是很多 大家仅做了解就可以 然后我们进入下页 下页这个单词species species呢是一个重点单词啊 表示是物种的意思 但是因为这个单词没有什么好拓展的 大家不要因为我讲的不多 就不去做重点记忆好吧 然后呢 啊关于这个flock啊 我们这个老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这个短语啊 给大家画了不小心啊 也比较重要哈 它是一个礼语 表示物以类居人与群分 burst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啊这个礼语呢 我们有的雅词口语里面啊 那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一个七分词汇啊 那么同样表示啊 你看这个物以类居人与群分 表示是相似的东西啊 聚集在一起 对吧 那么同样表示我们的这个相同的心灵啊 聚集在一起 应该怎么说呢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英雄所见略同 我们的思想是一样的啊 所以给大家补充出来这个短语 都表示相同东西聚集在一块啊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表示英雄所见略同 那这两个短语 我们在后面还会给大家见到过一次 然后呢 关于这个feather啊 我还给大家补充了一个短语啊 a feather in somebody's cabinet 或者a feather in somebody's cabinet 这里不是片是逗号啊 a feather in somebody's cap 你想在我们的这个英国贵族啊 就是在古时候的英国贵族前妻 啊 大家这贵族是不是喜欢把这个帽子插 把这个羽毛插到自己的帽子上呢 啊 那相当那相当于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哈 所以呢 我们就说a feather in somebody's cap 在某人的帽子上插的一个羽毛 就是某人的荣誉标志啊 那么这个大家也是作为一个拓展词汇 大家接了一下 那么cap和bonus 同样都表示的是帽子的意思 好吧 然后herd呢 它表示是这个兽群啊 兽群的意思 herd is for cattle 表示是牛群啊 cattle是牛的意思 这就不多说了 非常简单 那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这个例句啊 why follow the herd 啊 你为什么要随大流呢 你为什么要随这个人群一起走呢 这个用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啊 我们应该用的也比较多 因为我们现在啊 不管是买东西啊 我们都会随着这个潮流一起去买对吧 啊 买这个明星同款啊 那么我们不 我们就做这个呃 人群中的一股清流 就会说why follow the herd 为什么要随大流呢 对吧 啊 那么这个swarm表示是一群 那么throw啊 也表示是一群 crop也表示是一群 大家这个词汇 大家放在一起积累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beast表示是野兽的意思啊 大家只要就这个影片名beauty and the beast 这个单词很容易就记住了好吧 那broo就表示是这个残忍的人哈 那broo force 这个暴力broo strength 表示暴力蛮劲啊 这个大家自己积累就可以了 没什么好讲的 好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crew啊 crow的单词 其实用的比这个broo要多的很多啊 这个出现频率要高很多 比如说crow它表示是残酷的残忍的 那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例句 her eyes were cruel and hot 它的目光非常的冷酷啊 又残忍又坚毅啊 就是目光冷酷 目光坚毅啊 那么大家要注意我们在这个crew后面加一个ly 它表示副词残忍的残酷的啊 还可以表示引起痛苦的啊 都是一个意思 比如说给大家补充这个例句 i was cruelly deceived 就是我被欺骗啊 那这个欺骗引起我的痛苦啊 就是the crew里啊 我们把翻译文艺痛苦的更加贴切 贴切一点啊 比这个残忍残酷的更加贴切 好 下页origin 它表示是这个发源来自创始啊 啊 那么我觉得这两个短语给大家拓展的 还是比较常用的啊 比如说original thinker 我觉得大家第一次讲这个单词 i original thinker啊 这个original 大家不一定能发译成有创意的啊 original 它可以可能会发译成什么原始的思想家 对吧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original啊 它除了表示起初的 还可以表示有创意的 好吧 这个词义比较重要 那么I original idea 这里的origin表示独到的见解 origenal也表示起初的啊 最早发誓的 这是比较独到的见解 对吧 没有别人发 没有别人想到这个想到这个见解啊 比较自创的啊 读到的 那么这个derive和sterm啊 最最最常用的就下面这个高语搭配了 origin from derived from stern from 一般它是不会再读出现的 一般就是derive from 或者sterm from 啊 它和这个from搭配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要要要注意啊 这个sterm 它除了表示起源 还可以表示名词 我们动物的景 哈 就在我们的这个植物类的这个话题里面 考的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 uncestor呢 它表示的是我们祖先的意思 那么我们祖先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forbear 或者forfather对吧 给大家写下 啊 它都是表示祖先的意思啊 关于这个我们有一组这个五三八同一替换啊 啊 那么呢给大家补充了一个关于uncestor的例句哈 her ancestor room 啊 它的祖居也就是说啊 this room it belongs to her ancestors 啊 那就是说啊 他这个uncestor表示祖先的 祖先的家就是祖居啊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那么第3点它表示是这个后代的意思 那么大家和这个offspring啊作为同一替换 接来就可以了 那么subgroup表示祖先的这考的不是很多 啊 那么这个sub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 虽然这个subgroup不是很重要 但是sub这个再一次啊 或者表示向下啊 那这个前缀建议大家去接来一下 好吧 那sub如果表示再一次的话 subdivide就是一再一次一再一次的分开 divide是切割 分开的意思 那么就是细分 那么这个sub如果表现象的话submarine 这个单词啊 那么就是给大家刚刚讲过了吧 表示的是潜水艇 好啊 那么关于祖先的这一次同一题换呢 啊 除了我刚给大家说过的好吧 这里有给大家写多了 写重复了啊 还有一些什么early tribes early generation early incarnation 或者predesaster啊 这一次同一题换 大家一定要积累啊 非常非常重要啊 五三八四会 下一个单词feed 它表示的是供养的意思 那么给大家拓展了一个单词叫做nurture nurture它表示的就是养育的意思 我们养育里面有一个单词 有一个呃 有一个这个文章叫做nature and nurture 啊 它翻译为先天和后天啊 对吧 nature是自然 nature是养育 一个是自然生长 一个是养育生长啊 所以就是先天和后天啊 好啊 那么下一个单词呢是breed啊 它表示是养育的意思啊 那么大家记住这一次同一题换就可以了 那么就给大家赘述了好吧 interbreed也是大家了解就可以 好 下一个单词呢 是第一个单词是hybridize 它表示是杂交的意思啊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个hybrid hybrid 表示是混血啊 可能这个用的比较多 或者是表示这个杂交物啊 我们的原浪品演演啊 这个这个杂交水道 对吧 那么proliferate 表示这个聚增啊 proliferation 是繁殖啊 那这就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sterility啊 这个单词大家了解就可以 表示是不生育哈 那么要给大家强调的是它这个fertilization啊 这个写s或者写z都是可以的 fertilization 它除了表示施肥 还可以表示这个受精的意思 好啊 那下一个单词呢 是比较重要的单词啊 叫做mate 表示是交配配偶啊 啊 要给大家补充的这个意思呢 是它除了表示交配配偶 那么它在口语方面呢 还可以表示伙伴 仅限口语啊 比如说 hey mate 就是说嘿哥们 怎么怎么样啊 仅限口语对吧 或者 I was with a mate 我和我的朋友在一块呢 那这个mate 是个非常口语化的用法 好吧 那么这个mate 如果作为交配的话 大家和这个coach shape 作为同一替换 积累一下 这考虑是比较多的哈 下面这个lay呢 是一个重点单词 要给大家强调哈 大家首先要注意它这个 过去式和过去分子的变形 是不规则的 lay lay的lade 它表示是产卵 那么要给大家强调到说这个lay哈 它除了表示产卵 它还是一个单词的 这个过去分子形 是哪个单词呢 就是lade lade呢 它表示这个躺下的意思呢 然后它的过去是过去分子 lie lay lay 那它是这个 这个这个 不规则的 好吧 或者如果大家觉得不太好记的话 它还有另外一种规则的变法 就是lade lade 那么这两种用法都需要大家掌握 好吧 然后我们进入下页 下页hatch是孵化的意思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brood呢 表示是这个孵蛋 这考虑也不是很多 那么spone呢 刚给大家强调过了对吧 现在上面表示是这个鱼卵 产卵哈 那么这个mature 这个单词是这页的重点单词 它表示是这个成熟的 那么大家先要注意 它的这个反义前锥是双形m 加一个i e mature 表示是这个不成熟的 不成熟的 那么要给大家补充 你关于mature短语 表示是中年人 a man of mature years 表示是中年人 那么下次我们想说中年人 我们除了说c年 我们还可以说a man of mature years 对吧 c年给大家写下 c年啊 同样表示就是中年人 上年级的人 好吧 然后我们进入下页 下页的单词呢 是skin呢 它表示是皮肤 但是我觉得大家需要注意的词意呢 它除了表示这个皮肤 还可以表示毛皮 那么表示毛皮呢 它就可以有一个同一体化 我们的这叫做coat 比如说a dog with the 它表示是这个成熟的 那么大家先要注意 它的这个反义前锥是双形m 加一个i e mature 表示是这个不成熟的啊 不成熟的 啊 那么要给大家补充你关于mature短语啊 表示中年人 a man of mature years 表示是中年人 那么下次我们想说中年人 我们除了说c年 我们还可以说a man of mature years 对吧 c年给大家写下 c年啊 同样表示就是中年人上年级的人 好吧 然后我们进入下页 下页这个单词呢是skin啊 它表示是皮肤啊 但是我觉得大家需要注意的词意呢 它除了表示这个皮肤 还可以表示毛皮 那么表示毛皮呢 它就可以有一个同一体化呢 你在这叫做coat啊 比如说a dog with a smooth coat 一个皮毛比较光滑的狗啊 它除了表示皮肤 还可以表示皮毛 对吧 那么要给大家补充的另外一个 关于skin的这个短语呢 叫做这个肤色对吧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皮肤 我们是黄种人啊 那么皮肤有的人他就偏黑 那么偏鹤或者偏白 那么我们带到英文里面 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如果是黑色皮肤的话 就是have dark skin 就是他这个皮肤是有黑的 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皮肤是浅褐色 那种比较漂亮的那种 就古铜色肌肤怎么说呢 就是have olive skin olive是橄榄的意思 橄榄色呢就是褐色 好就是我们的布里搭配 那最后一个 我觉得是需要大家重点注意的 我们说这个人皮肤非常白皙 我不能说white skin white skin通常是表示一个人生病了 他的皮肤比较苍白 是那种病态的白 那么要夸一个人皮肤比较好 我们应该说have fair skin 那一定要注意fair用的是这个形容词 然后后面两个单词呢 是关于clo和po 表示是爪子的意思 那么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特定词汇 包括这个beak 表示这个鸟嘴 我们就不多说了 然后下一页单词 第一个单词是fin 它表示的是鱼鳍的意思 那么有鱼鳍就有鱼鳍 鱼鳍是skill 那么skill呢是鱼鳞 鱼鳞 这个skill它除了表示鱼鳞 还有表示规模的意思 大家需要注意 那么这个pearl 它表示珍珠的意思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pearl是珍珠 pearl是鱼鳞 我们把这个 哎呀 peal 我们把这个l去掉 它就变成鱼了哈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这个l丢掉啊 区分清楚 一个是鱼 一个是珍珠 两个东西有天然这边 那么win呢 它表示是翅膀 那么听力中呢 通常表示建筑物的侧楼 这个大家一定需要重点进 在听力里面 听到这个win啊 不要单纯的觉得它是翅膀 那么我给大家写了这个complex 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侧楼呢 我们想到我们在这个体育馆 或者是那种综合大楼 我们通常叫做complex complex它有一个名词 表示大楼 那它形容词复杂的 我觉得这个词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吧 然后下一个单词呢 是plum plum它表示是这个鱼毛的意思 那它呢 还可以和这个plum off 作为这个搭配起来 表示是一铝的意思 那么这个搭配的 大家也需要记忆好吧 然后这个feather就出现了 刚刚我给大家补充过 对吧 birds of a feather flog together 还有这个great mind think alike 大家想一想 能不能反映出来两个单词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刚刚我给大家讲这个feather 这个单词的时候 还给大家补充了一个短语 叫做某人的荣誉标志 大家看看现在 还能不能反映出来呢 好吧 好 那么下一页单词 这个单词呢是fur 它表示是这个毛皮 软毛的意思 那大家要区分leather 它表示是皮革 一个是带毛的 一个是光滑的 好吧 那bristle 这个单词考的不是很多 表示是刷子的毛 那么curl 这个单词 大家需要掌握这个hair curler 这个单词 我们女生都比较多的吧 卷发棒 男生也会用它 卷发棒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考试中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关于 这个curl的这个短语 例句 has hair curls naturally 表示它头发天生卷曲 好吧 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那么insect 它呢表示昆虫的意思 本来给大家补充了一系列 这个关于insect 这个杀虫剂的切割短语 但是因为后面有 所以我们在后面出现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 好吧 大家只需要知道这个insect 是这个昆虫的意思 就可以了 好 下个单词呢是worm 它表示是蠕虫 那么另外一个它长得比较像的单词 叫做ring ring它表示是蠕动的意思 其实它除了表示蠕动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表示是拧 就是把一个东西拧起来 比如说我给大家补充了一个一个短语 叫做ring a toe ring a toe 这个toe呢 它表示是这个毛巾的意思 那么拧毛巾我们拧毛巾通常是两个时候把拧起来拧成一种麻花状 对吧 所以ring它除了表示蠕动 还可以表示拧 就是那个拧 大家可以想象拧毛巾的时候 它把它拧成一坨 对吧 ring a toe 那么这个单词也是比较重要的 给大家画一个比较新 那么pest它表示是害虫的意思 首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关于pest的例句 that guy is a regular pest 这个人真的讨压 对吧 that guy is a regular pest 所以口语用法 大家可以积累一下 那么刚刚给大家想过 我提过这些关于cide的短语 我们就出来了 对吧 大家要注意我们这个cide 它这个后缀 它通常表示这个切割的意思 切割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这个前面加一些下一个pest 我们把这个虫子切开 那不就是杀虫剂吗 对吧 那么通常道理 因下部也是表示昆虫的意思 对吧 我们把这个昆虫切割开 那不就是我们这个杀虫剂 对吧 通常道理 我杀我自己 那不就是自杀 我切我自己 那么cide就是自杀 那我们根据这个词跟词锐 一下子可以进入三个单词 是不是一举三德呢 然后下一个单词parasite 表示是这个寄生虫 大家了解就可以 包括这个spider 它表示是这个蜘蛛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spider 如果在澳洲那边的读音 我们在厅里面听到这个单词 我们可能会听到什么什么读法 就是speeder 大家要注意 有一些澳洲口音的外国人 他可能会说speeder 或者我们听原文里面 大家听到这个单词 要反映出来知道是 只是spider 是蜘蛛的意思 那么spiderman 蜘蛛侠 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么butterfly 它表示是蝴蝶的意思 那么这个social butterfly 我觉得尽量大家 我还是不要这样说了 它其实有一点贬义的意思 那mosketo 这个单词表示是蚊子的意思 那这个我觉得 应该比较 就是应该我每个人都比较常用 所以呢 其实它比较复杂 希望大家还是把它拼写 记住 好吧 然后这个malaria 它是一个阅读词汇 大家见到以后 认住它 知道它是一种疾病 就可以了 那么cricut表示是这个蟋 那么这个bug的表示是蟑螂 我看了这个单词有生理反应 我们就不过多讲解了 然后下一页呢 是关于一些 这个动物的一些特定名称的词汇 包括panguin是企鹅 那么seal呢是海豹 那它除了这表示海豹 还要表示蜜蜂的意思 那么这个turtles和这个turtle 都表示这个乌龟的意思 包括这个whale 表示是鸡鱼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些特定用法 希望大家可以积累 好吧 那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whale 给大家补充了一个这个端语 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 给大家换一个五角星 就是have a way of time 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那么就是have a bow 这一组这个词汇 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积累一下 然后这边给大家写的这个startle 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后面startle这个单词的时候 会提到这个turtle这个单词 因为如果你记住turtle这个单词是乌龟的意思的话 我们记这个单词startle 我们可以想一般戳乌龟的时候 乌龟受到惊吓 它不就会把脖子缩回去吗 那么这个st我们可以想象为戳一下它 把乌龟戳一下 那么startle就是表示惊讶的意思 这是一种巧技的用法 好吧 然后后面这一页呢 还是一些关于这个动物类的一些特定的这个词汇 我们简单带大家过一下 包括cangaroo是袋鼠 camel是这个骆驼 panda是熊猫 elephant是象 这个单词非常简单 我们就不带大家说了 这个创号这个every是象上的部分 一个是象笔一个是象牙 那么这两个单词哈大家是需要积累的 我们在雅思里面 这两个单词是需要考拼写和考词译的 好吧 那大家要注意chunk是象笔 它还能树干这样的比较像 对吧 然后average象牙 这样的单词一定要记住 好吧 然后关于这个号角 大家只需要就只搭配blower horn就可以了 睡下的咱不需要过多的停留 好吧 那么这些单词 bear是熊 woof是狼 dragon是龙 还有fox是狐狸 那当然也是 大家下去要记住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需要拓展的 好 那么下一个cuff右手 cuff这个右手和这个puppey右手 啊 大家也是啊 不需要像前面几页那么用心的记 啊 大家仅做了解就可以了 考的不是很多 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个lamb啊 lamb它表示是这个小羊 高羊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雅思厅里面 其实有一个见十一还是见十四 我们厅里面曾经考过这个单词lamb 它表示是小羊高 啊 啊 那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例句 you pull lamb 就是你可怜的小宝贝啊 嗯 这也是一个口语用法哈 仅限口语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 嗯 下一页呢 第一个单词呢 是cattle表示是牛啊 那么aux呢 表示是公牛啊 cow表示是母牛 这个boo呢 表示是公牛 buffalo表示是水牛啊 那么左边这一系列单词 都是表示牛的意思啊 大家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牛 什么牛什么牛 什么公牛母牛 什么牛水牛 去问的这么清楚 大家只需要看这个单词 知道它是牛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horse呢 是一个重点单词 好吧 特别是这个短语 put the car before the house 表示是本末倒置的意思啊 啊 包括前面这个啊 shopping card 或者这个这个 baggage card 表示这个购物车啊 行李车啊 这个在我们这个生活中 也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我们考虑是比较多的啊 大家要记住 我们用来购物的这个手退车 就是a shopping card 好吧 好 下一页单词呢 是这个我们还老师还没有给大家讲过哈 那我们来给大家放一下音频 放完音频以后我们就来带大家继续过 好吧 好 下一张节的单词 第一个 saddle 名词马鞭 车座 所以我们说一个词组上马了 get into the saddle 马具 harness 那么这个单词呢 还有动词利用的意思 第三个跟马有关的 后面这个单词 就是我们的第二 三十九页最后的单词 stable 它除了有形容器稳定的 还有马就 名字 所以这三个单词是跟马有关的 我们来复习一下上几个单词 怎么到这里怎么说 put the card before the horse 你答对了吗 同学们 好 下面的单词 表示的是损 那个单词大家可能不认识啊 因 第一个 falken 第二个 hawk 注意啊 hawk h-a-w-k w不翻译 hawk 第三个 eagle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eagle-eyed 它是想要目光锐利 观察敏锐的人的时候啊 这个人的这个观察非常敏锐 an eagle-eyed person ow 名词 猫头鹰 ow 这个单词呢 还可以等谁见猫子 swallow 名词 燕子 那么这个单词 大家要跟几个混淆词去对应记一下 第一个单词shallow s-h-a-l-l-o-w 要说是浅滩 或者是肤浅的 都可以 第二个混淆词是 hollow h-o-l-l-o-w 意思是空心的 s-parril 名词 麻雀 那么给大家一个习语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就是形容一个东西很简单 但是什么都齐全 a sparrow may be small but it has all the vital organs 器官嘛 五脏俱全 就是器官 organ 好 再说一遍 a sparrow may be small but it has all the vital organs 好下一个 pigeon 名词 鸽子 那么当然在这个pigeon 后面加一个词 hollow h-o-l-e 我们俗称叫做这个鸽子洞 但它其实叫 意思是分类架 就像鸽子洞一样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窟窿 或者一个一个架子 给它分割好 这是属于我们的分类架 所以啊 pigeonhole 名词分类架 crow 名词乌鸦 s-mode 天鹅 我们这个书上给了一个搭配是 s-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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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的是某人最后的作品 某人的告别演出 为什么呢 这是有一个传说 为什么跟天鹅 总共跟它声音和歌有关系呢 s-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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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是因为传说中天鹅在临死之前 会发出美妙的歌声 所以 死了之后 死了之前发生美妙的歌声 那你的天鹅唱天鹅歌 不就是你最后的一次展现吗 所以某人最后的作品 某人的告别演出就可以 Summer day swung song 你会了吗 goose 鹅 鹅肉 在圣诞节的时候吃鹅肉 这个鹅肉goose cork 公鸡 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 公鸡和母鸡 公鸡是cork 母鸡是hen h-e-n 公鸡 公鸡 母鸡 长得要漂亮 因为它的羽毛是先例的 羽毛这个单才会吗 feather F-E-A-T-H-E-R 鸡肉 名词 松树 认知就可以了 hair 名词野兔 frog 青蛙 那么这个单词 如果把r去叫fog 我们要接个词组 fog and haze 雾霾 fog and haze 雾霾 h-a-z-e but 动词或名词 咬 特指的是昆虫钉咬 steam 动词钉咬 或者是词痛 比如说刺激某人做某事 steam summer day into doing something 那么steam的过去诗和过去分词 steam stung stung bark 一词多译 动词 狗肺 名词树皮 见识一的第一篇 见识二的第一篇文章 就讲的是树皮 roar 吼叫 咆哮 如果把roar的第一个字 我变成s so 动 急速增加 上升 drop 动词摩擦 摩擦 就证明不顺畅 不顺畅 就证明是有困难 有阻碍 所以名词困难障碍 difficulty obstacle create 动词爬行 那么大家需要接词组 create in 就排在你脑子里了 排在你心头上了 情不自禁 crawl 动词爬行 八解 非公屈膝 那么这个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词组 make one skin crawl 让你的皮肤都 对吧 都竖起来了 皮毛上的皮肤都 那不就令人恶心吗 好 所以make one skin crawl 令人恶心 habitide nest 名词 动植物的生活环境 栖息地 比如说栖息地 是什么意思 运动里面我老找到它的同层 栖息地就住在哪 所以它的同层就是live in 那么住在那的人 就是inhabitant 居民 in 住在里面 amt结尾 表示人 inhabitant 居民 nest 名词潮 血 nesting 名词动词关系 它是一个动名词 助潮 那我一般说鸟潮 birth nest hive 名词风房 那么还有指的是这个风箱 但是它特指的时候指的是繁忙的场所 hive sail 名词 风房的潮室 或者是细胞 还有单身楼房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类的动物冷单词 很多都在讲 这个密封的一些相关词汇 所以同学们啊 可以把密封有关的一些基金词汇都查一查 那么cell对单词当细胞讲的时候 细胞的cellular 细胞结构 cellular structure cage 名词龙字 stable 我刚讲过 一词多语 形容词伟定的 名词marjo 好 这张东西的单词我们也讲完了 所以我们来复兴一下五个单词 同学们来听我讲这个单词是什么 你来反应中文就可以了 第一个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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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ble s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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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节的单词 bun bun 名词 骨仓 或者是身口口 这单词一般出现的不多 所以我们一般说在母牛在身口本里吃草 我们来复兴一下单词 母牛 cow 公牛 ox bun l 那么吃什么东西 feed on h 名词 障碍 障碍 障碍物 同时替换大家可以写一个obstacle obstacle bar 名词 蓝丹 条 一条巧克力 about chocolate anatomy 名词解剖学 认知就可以了 而下一学期我们要学习解剖学 下一学期 next term 长期目标 long term goal 还有这个单词term 表示术语 专业术语 term academic 異词多益 学用词流行的 名词传染病 next one gen 基因 学用词基因的遗传的genetic 搭配词法 基因库 gen poor germ 名词 细菌 卫生物 那么当细菌讲的时候同一替换 第一个bacteria 第二个virus 第三个fungus fungus fungus 那么当微生物讲的时候 统体 metob metabolism 名词 新陈代谢 metabolic 主要词 新陈代谢 那我明白说 新陈代谢率 锻炼体力运动 会让你的新陈代谢率高 那么metabolic root protein 蛋白质 vgm 维生素 那么关于vitamin这单词前 对vi 大家应该知道 vivid 生动的 revive 复活 survive 幸存 所以我们的vivv 表示跟活着有关 所以vitamin 你必须需要的 让你维持生命的维生素 r-e-t-i-o-n 分泌物 那么secret 把这个单词 secret 最后一个字母去掉 一去掉就读音是secret 表示名词匿名 excrete 动词排泄 那么excretion 一般就表示是排泄物 这两个单词都会有分泌的意思 但是我们分泌的时候 它的名词也需要大家记忌 divine 动词吞噬 狼吞虎咽了 instinct 名词 本能 天性 直觉 所以凭某人的直觉去做某事 follow with instincts to do something intuitive 使用词直觉的 intuition 名词直觉 potential 名词潜力 同一字替换possibility 使用词潜在的 词属 同体 be liable to liable l i a b l e intelligence 名词智慧智力 或者情报 所以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情报人员 an intelligence agent function 使用词功能的起作用 function 除了名词功能之外 还有动词起作用 sensitive 使用词灵敏的 过敏的 一担忧的 sense 名词感觉直觉 对什么什么很敏感 对什么什么过敏 be sensitive to something 有些鸟 它对光很敏感 遇到蓝光 代表着什么意思 遇到黄光 代表着什么意思 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见识意 千禧那篇文章讲的关于鸟 flexible 使用词灵活的 可以变通的 名词灵活度 flexibility 那么它这个单词的混销词是feasible f-e-a-s-i-b-l-e feasible 可行的 acoustic 使用词听觉 声音的 acoustics 后面这些加个s 表示声学 或者是音响效果 optical 使用词 视觉的 光学的 optical 光学仪器 optical instrument 那么 el口语中的乐器 nocturnal 使用词夜间活动的 bephu 夜间活动的生物物种 nocturnal creature creature 大家可以把它拼写一下 c-r-e-a-t-u-r-e nocturnal 好 这一章节我们就结束了 重点单词的讲解 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其中的五个单词 我来读两遍 同学们反应出中文就可以了 the first one flexible flexible next bacteria bacteria next one vitamin vitamin next one intu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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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st one sensitive sensitive 大家看一下 ive结尾的 tiv结尾的一定都是形容词的 所以大家有时候要去总结一下我们的词吹词根 来帮助你去记词形 大家不要小看词形 阅读里的词形很重要 因为它会有空格题的 填词题的时候预判答案 那么写作就更重要了 你的主卫宾如果词形用错了 那就很麻烦 出现了语法问题 好 最后一章节 divide's dormant dormant dorm dorm 表示睡眠 to sleep 所以我们一般说dormaging 你睡觉的地方你的宿舍 dormant 那么它指的是动物的冬眠 或者是火山休眠期没有喷发 所以它可以跟火山有关 也可以跟动物有关 dormant habernation habernation 名词冬眠 动词变形 nation结尾的变成动词就是nate 动词结尾 habernate check 动词 追踪 名词 足迹 轨道 同意思替换 chase 动词 追踪 名词 痕迹 那么大家要记住词词 chase back 追溯到什么 追溯到什么 就代表这个东西的起源 发明 所以我们复习一下之前单词 originate from derive from stand from alternate 动词 交流 轮流 使什么交替轮班 都可以用alternate alternative 一词多语 使用词可供选择的 名词二选一 pre 动词捕食什么 名词被捕食的动物 preditor 名词捕食性动物 掠夺者 所以这两个词会里面它会有杀戮的关系 所以在越来统计会有q 或者是食物 food victine 受害者 captive 名词俘虏 形容词被关押的 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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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不过 之后 那不就是俘虏了吗 captive 所以这单词ivee结尾和team结尾 是有形容词的意思 表示被关押的受控制的 但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名词俘虏 defensive ivee结尾的形容词 防律性的 大家得需要知道它的动词是defend 后面经常会跟一个against 防御什么 defend against something 那么自卫的是self defensive undergo 动词精力遭受 同一次替换suffer from vulnerable 形容词易受伤的脆弱的 比vulnerable就是想得易受什么什么的影响 subsistence 名词勉强维持生活 勉强维持生计 所以这个单词呢 sustenance sustenance 也表示名词生计 sustenance exist 动词存在 名词existence 名词存在 或者是生活方式 那么在这个例句里面呢 多数的科学家认为 月球表面不存在水 那么大家这里要是给大家讲个阅读逻辑 不存在什么东西 就证明这个东西呢 它缺乏 它是缺乏这个东西的 少有不充足的 所以does it exist 同体就是like of 或者是inadequate 不充足 not enough 都可以 exterminate 动词消灭 根除 如果把ex去掉 terminate 就是终结终止 所以这两个单词它的结尾都是 it结尾它一定是ation 所以extermination 名词根除消灭 termination 名词终止 tip 动词信仰 形容词驯服的 tip nature 征服大自然 那么nature 除了有大自然的意思 还要表示的是天性本性 所以当说到second nature 不是第二自然 是你的第二个性格 第二种天性 keeper 名词 看守人 饲养人 keeper the last one shepherd 名字 牧羊人 好 这一章节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我们来复习几个单词 the first one victim victim next one vulnerable vulnerable next one exterminate exterminate next one under undergo the last one alter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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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一章节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我们的第三章节 动物类的东西 大家需要下来去整理一下 一些动物的名称词 还有一些表示动物的一些词 最后是一些学家的词 还有一些相关的动词和形容词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把它分成我们的认知词和高评词的用法 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今天讲解的chapter three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耐心听讲 希望大家课后要认真复习 ok 我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 好这就是我们音频的全部内容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给大家过一下后半部分的单词 首先第一个单词呢是saddle 它表示的是这个马鞍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记住这个搭配 put a saddle on the hose 就是给马这个被鞍的意思 包括get into the saddle 表示是这个上马的意思 那么harness它表示是这个马具的意思 那么这个马具的意思 形容的不是非常多 我们比较多的是这个动词利用 harness它有动词利用的意思 那么它就有一系列同一替换 比如说use utilize employ 或者apply 这些单词大家都可以作为一组同一替换来掌握 那么还有一个和马相关的单词呢 是stable 它表示的是这个马具 那么它也有表示稳定的意思 那么给大家拓展了一个短语呢 是stable relationship 它表示的是这个稳定的关系 那么stable prices 表示是这个稳定的价格 大家可以记来一下 那么右边这个falk和hawk 这考的不是很多 大家只需要认知就可以 包括这个eagle 表示是雕 这个考虑也不是很多 下面这个o 它表示是猫头鹰的意思 那么这个我们在雅思考语里面 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night o 它表示是这个夜猫子 或者单独的这个o 它也可以表示夜猫子 那如果这个考官问你 你平常喜欢熬夜吗 are you stay up late 你就说 i'm a big night owl 我是一个夜猫子 我经常晚睡 i always stay up late 对吧 下个单词呢 是这个swallow 它表示的是燕子的意思 那么大家要注意 它除了表示燕子 还可以表示这个吞燕 吞下的意思 这个用法也是用的非常多的 那么另外一个用法呢 它表示是这个压制抑制 动词压制抑制 比如说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she swallowed her displeasure and smiled 她把她的这个不愉快不开心 全部都压制住了 并且呢强颜欢笑 那么这里的swallow 我们就要翻译为这个压制 那么有两个单词非常像 第一个单词呢 是shallow 表示是浅的 浅瘫或者都可以 那么hollow 表示是空心的 那么第三个单词 长得比较像 大家要把它区分清楚 好吧 然后下一个单词呢 是这个spiral spiral它表示 是这个麻雀的意思 那么这个短语 这个例句 我觉得非常好用 spiral may be small but it has all the vital organs 就是它麻雀虽然很小 但是它有很 它把所有的这个主要的器官 都拥有了 那么就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organ 它表示器官的意思 那么器官它是这个名词 对吧 它的形容词叫做organic organic 表示是器官的 那么大家要注意 它除了表示器官的 还可以表示另外一个词 也是非常常用的 表示是这个有机的 比如说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 对吧 他在这个我们的生活中 大家去超市买有机食物 有机产品 或者有机奶 organic milk 对吧 用的都是非常上多的 大家要注意organic 它除了表示器官的 还可以表示有机的 那么pigeon 它表示是鸽子的意思 那么pigeon hole 就是我们的这个植物架 那这个 我们在这个生活中 是比较多的 分类植物架 那么crow 表示是乌鸦 swom 表示天鹅 这个就没什么多说的 这个goose 表示是鹅 鹅肉 那么这个goose bombs 鸡皮疙瘩 我觉得这个也是 可以拓展一下 对吧 我们小学时候看过一本书 叫做鸡皮疙瘩 印象非常深刻 那么crow 它表示是公鸡的意思 那么我建议大家 如果在生活中 想形容公鸡的话 大家进了我这个单词 rooster 因为crow它还表示另外一个 生殖器官的意思 就是不太健康 所以大家如果要说公鸡的话 尽量说rooster 那么hand 它表示是母鸡的意思 那么mouth 表示是老鼠 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说的表示老鼠 刚刚老师也提到了 它表示鼠标 那么有鼠标就有键盘 键盘怎么说呢 键盘是keyboard 对吧 写重要的文字的板子 这些叫做keyboard叫做键盘 那么rat呢也表示是老鼠 但是rat 它不能用来形容鼠标 我们鼠标只能说mouth 然后squirrel 表示的是松鼠 hear是野党 frog是挖 这些就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只需要记住就可以了 那么behavior 它表示是行为的意思 它的形容词behavioral 表示是行为的 那么bite 表示是咬 包括sting 它是蚊子的这种钉咬 注意它的过去说 过去分子的变形 sting stand stand 是一个不规则变形 bark是树皮 那这个也表示是狗的大声叫喊 也没什么好说的 像个单词raw 表示是吼叫的意思 那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关于raw的关语 raw for mercy 表示是大声求饶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r换成s sore 表示是极速上升 那我们在我们这个小作文里面 雅思的小作文里面 其实搞的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个上升还有一系列这个词汇 upward rise raise increase 或者high 都是表示上升 那么有上升就有下降的嘛 下降的这一系列词汇 大家下去积累一下 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过了 好 下一个单词 stick dancer rub 表示摩擦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rub表示是橡皮的意思 那么rub就是摩擦 它就可以同一替换这个difficulty obstacle 表示是困难 对吧 阻碍 那么creve表示是爬行 creve in 是情不自禁的 这个词汇我觉得大家可以积累一下 可以同一替换我们的can't help doing something 然后craw呢 它表示是爬行的意思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么我要给大家拓展的这个词汇呢 是这个词义呢 它表示是自由泳的意思 那么自由泳 它就是有一种在水里爬行的感觉 所以craw呢 它除了表示爬行 还可以表示自由泳 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 这个泳姿呢 它除了自由泳 还有什么挖泳和洋泳 所以我查出来给大家放在这里了 挖泳呢 就是braced stroke 它表示挖泳 那么back stroke 我们把这个背朝下 back stroke 就表示是洋泳 那么这个braced stroke back stroke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拓展了解一下 然后它这个单词里面不是有stroke吗 stroke这个单词也是我们亚思里面的常考单词 所以给大家拿出来说一下 它除了表示中风 还可以表示滑水动作 就是前面给大家说的这些 那么还有一个意思 表示钟声 那么这些词译呢 大家都需要掌握 好吧 好 下一个单词habitat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补充短语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对吧 亚思上下意的替换 那同一句话的living和residence 都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nest它表示潮雪的意思 把它加一个ing 它就变成了一个动词 助潮 那我们常见的北京的鸟巢就是bird nest 那么有鸟巢就有水立方 对吧 水立方water cube cube是表示是立方体的意思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积累一下 然后hive是风房 cell也是表示风房 这个大家可以放在一起积 那么kage是笼子 这个也非常简单 stable 刚刚我们补充这个词汇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那大家要注意它这个稳定的稳固的这个词 以靠的是比较多的 好 下一页单词呢 bar 表示是这个骨仓的意思 那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这个hedge 表示的是树里 给大家补充了一个短语hedge about 表示是限制的意思 那这个大家也是积累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barrier也表示是这个障碍 那么它经常会和哪个单词同一情况 就这边这个obstacle 或者是difficulty 都是表示的是障碍的意思 那么bar表示是这个栏杆 或者是一条一块 比如说a bar of chocolate 就是表示的是一块巧克力 好 下一单词anatomy 它表示是这个解剖学的意思 那这个大家只需要认知就可以了 那么ampademic 它表示是这个流行病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这个前段时间飘泡发的疫情里面 那我们可以说ampademic或者是pandemic 那这两个单词都是可以 都可以表示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性型冠状病毒covid-19 它统称就是pandemic或者epidemic 那我们想要把它控制起来 就用这个单词control control and epidemic 就是控制我们的流行病 那我们流行病爆发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the outbreak of epidemic 我们加不加这个flu都是可以的 the outbreak of epidemic 就是我们流感的爆发 那下一个单词gene 它表示的是这个基因的意思 那个gene pool就是我们基因库 我看到这个pool 我想到另外一个单词就是carpool carpool carpool它表示是这个拼车的意思 很多车在这个石子里面放在一起 就是拼车 就是我们一般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打车19公里 可能消耗20块钱 那么如果拼车的话 就需要两个人来分担 可能会变成15或者10块 比较经济实惠 比较经济实惠 carpool 然后它的形容词 大家也需要积累 genetic形容词 表示是这个遗传性的基因的起源的 加一个下一页这个单词 gen bacterial virus和micro 这四个单词它都是表示微生物 那么它是538里面同一替换 希望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好吧 都是表示这个细菌微生物的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 metabolism 它表示是这个新陈代谢的意思 大家知道它形容是metabolic 表示是这个新陈代谢的 一个形容词 一个名词 好 那么下个单词 protein 它表示是这个蛋白质的意思 那么给大家补充短语 incentral protein and vitamins 表示的是必不可少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那么我们这个短语呢 我们既把protein给大家说出来了 也把vitamin给大家说出来了 那么这个短语 我们就是一举了得一键双雕 好 那么说到这个vitamin 里面有一个词跟词 表示的是viv 它表示是活的意思 那么这个词跟词 大家记住的话呢 也是比较好用的 比如说viv 它表示就是鲜活的嘛 因为里面有两个v 就是活的加倍 就是鲜活的对吧 那么revive re表示是再次 v是表示复活 再次活 那么就是复活的意思 那么survive就是信息有活的意思 那么这几个单词 都是我们两词里面常考的单词 希望大家积累 好吧 下一单词secret 表示分泌的意思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个有意 一个没意 一定要区分清楚 我觉得这两个单词非常容易混淆 一个是表示分泌 那么另外一个表示是秘密 一个有意 一个没意 有意的就是秘密 有意的就是分泌 secret 他们读音是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在跟直播客的话 一定会问 那老师那这两个单词 读音一样的听里面怎么区分呢 那么像这种一样的 读音一样的单词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 以这个场景词会来区分 那分泌这个单词 会在什么场景里面 当然就是动物类的 或者是生物类植物类的这种场景 secret 听到就是我们这个分泌 那么我们在这种 讲这种事件类的这种话题 或者是那种事情类的话 反正就是与植物 这种生物没有关系的 那么就这个secret 表示是秘密 然后呢 这个 怎么读 excret excret 它表示排泄物分泌的意思 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名词 excretion 那表示是排泄物 那么后面这个吞食 考的不是很多 大家了解就可以 那么instinct 这个本能 大家需要注意 它表示这个本能 天性直觉 比如说follow what's this thing 凭某人的直觉 也就是说某人的第六感 对吧 那么下一个单词 intuitive 它表示是这个直觉的意思 大家要注意这个 intuition 它的名词表示是直觉 那么要给大家抢个个是 我们如果把这个in去掉 变成了一个tuation 它也表示是学费的意思 那这两个单词 他们虽然只差了一个in 但他们的词意是完全完全没有关系的 或者呢我们在后面加一个fee 其实我们经常说的是tuation fee 它表示是学费 学费 那么intuition 表示就是我们的直觉 它牵手表示是潜力 那么它也表示是这个潜在的 这个就不多说了 好 下一个单词intelligence 它表示的是这个智慧智力的意思 比如说an intelligence agent 表示是这个情报人员 那么最最常考的是这个AI 每次讲这个intelligence 都会跟大家说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表示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意思 那么这个artificial和intelligence 两个单词都需要大家掌握 包括我们知道 这个中央情报局不是CIA吗 那么CIA的这本类的I呢 就是intelligence 那么C呢是central 那么A呢是agen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t 就是我们的中央情报局 这就不给大家写了 每个单词都需要大家掌握 不信 如果不知道怎么拼的话 大家去查一下好吧 下一单词function 表示是这个功能的 那名词function 那这里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那么optical 表示光学的 大家只需要知道optical instrument 表示是这个光学仪器 instrument它除了表示仪器 还有表示乐器的意思 那下一个单词sensitive 表示是灵敏的 过敏的 比如说sensitive portrait 表示是这个栩栩如生的画作 那么这里的sensitive 它就表示为这个栩栩如生的意思 那大家要注意这个sensitive 它除了表示敏感的 还可以表示一个这个栩栩如生的意思 那么下一个单词flexible 表示是灵活的 大家就要区分facible就可以了 acoustic 表示是声学的 声音的 那么和这个optical 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起记的 那大家注意acoustics 表示是声学音响交付 好 下一个单词呢 是这个nocturnal nocturnal它表示是夜间活动的 比如说夜间活动的动物 nocturnal animals 对吧 或者nocturnal creatures 夜间活动的动物 那么我们有夜间就有日间 对吧 日间给大家补充出来 diurnal 这个单词稍微难发音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更读一下 diurnal diurnal 它表示的是日间的 那么我们就是经常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因为不太方便 怕别人看到 那么我们就会选择夜访 那么夜访呢 就是nocturnal 那么同样道理 那么日间采访 a diurnal visit 对吧 这个大家都可以记来一下 好 下一番词dominant 它表示是休眠的意思 睡着的意思 那么这个dominant呢 我觉得比较常考的是 a dominant volcano 啊 这个休眠火山啊 还有这个unactive volcano 表示是火火山啊 这是一个反应的这个词汇 啊 那么另外一个大家要知道dorm 它表示睡眠的意思啊 比如说dormitory 就是表示我们的宿舍 对吧 那么我们每个人就要上大学 在研究生或者甚至工作了 我们都需要住宿舍啊 那么宿舍 大家每个人都需要掌握 对吧 特别是这个拼写dormitory啊 或者dormitory 好 它叫做宿舍的意思 那么我们经常会把这个itory去掉啊 dorm 也表示这个宿舍 是一个简写 那么给大家强调的是呢 我们这个dormit do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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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好像就说dominant 不好意思我的口误啊 dormit呢 它这个后面加一个window啊 我们睡眠的时候需要开的窗户啊 表示是天窗 对吧 我们车里面给大家啊 放的这个天窗 就是因为我们睡着的时候 可能就要开这个 开这个天窗透透气 所以它叫做dormit window 好 下个单词呢 是hibernation啊 它表示冬眠的意思 那就是它的变形hibernate 表示是冬眠 好 那么这个truck and trace啊 这两个单词现在会放到一起出现啊 表示是追踪啊 追踪足迹 大家需要注意这个搭配trace butt 它表示是追溯到起源于 那么alternate 它表示是这个交替的意思啊 最常考的是这个单词alternative alternative 它表示是这个可供选择的意思 那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短语啊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表示是除什么之外 无从无从选择 那么另外一个呃 它呢长得比较像的短语 have no choice but have no choice but 也是表示啊 我别无选择 只能这样做啊 那么这两个词汇大家可以积累一下 好 下些单词啊 pre和predatum 一个是被捕食的 一个是捕食的啊 那么这个不是动物啊 这个也是在我们动物的一场地词汇 大家都会考到的 那么victim 它表示受害者的意思 那我给大家补充了一些啊 关于受害者的一些这个短语 我们应该来看 可以短语 accident victim 就是我们受这个事故 受伤的一些受害者 对吧 那么earthquake victim 就是地震的这个受害者 或者farming victim farming这个单词啊 它表示是这个饥荒的意思啊 那么有些人说 我们这个饥荒 它不是starve吗 S-T-A-R-V-E 给大家写下 starve啊 那么我们想说 这个starve 它确实也表示是这个饥饿的意思 那么这个starve 它的程度远远没有这个farming神 到一种什么程度呢 farming它是一定会出现人员上网 一定会死人的啊 farming 它只要出现了一定是会有人因饥饿而饿死呢 那这个starve 它就是说是一种夸张的警员 就说哎呀我饿死了 我要吃饭 那就是am starve 啊 所以大家要区分这两个单词的程度关系 好那么回到这个短语 farming victim 就表示饥荒的罹难者 那么stroke victim 那这也是这个交通事故 不是交通事故 中风的罹难者 stroke victim 那么下一个单词呢 是这个captive 它表示是这个俘虏的意思 那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动词captivate 它表示迷惑 我被你俘虏了 就是我被你迷住了 对吧 那大家要区分captive 一个是迷住 一个是捕获 大家要区分清楚 意思相差还是蛮大的 下一个单词defensive 它表示这个防御性的 那么它的动词defend 表示是防备 然后呢 大家要注意这个defend 它后面搭配这个戒词是against defend against 进这个防御某人 防御一些事情 大家要注意搭配后面是against 然后undergo呢 它表示经历 它就可以同意听话这个单词suffer from 对吧 那么有一个单词非常像 叫做undu undu表示是撤销的意思 其实这个单词 你看起来它比较复杂 那其实就是do 前面加了一个un反译前缀 不做 不做 那不就是撤销了 对吧 比如说undu a button 就是撤销你的钮扣 就是我们解开钮扣 那么undu a not 解开我们的商界 china not 就是我们的中国界 对吧 undu a zip 我们拉开我们的拉锁 undu a shirt 就是我们解开我们的衬衫 好吧 那就是我非常好理解 好 当然是第二页PT 第一个单词suffer 我们要注意suffer from 对吧 刚给大家说过的搭配 或者suffer loss 遭受损失suffer for 因什么而吃苦头 这等语都比较重要的 那么vulnerable 这个单词 也是比较重要的 给大家补充这个等语 a vulnerable group 一受伤群体 什么是一受伤群体 就是我们坐公交车的时候 老弱病残孕 及带小孩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a vulnerable group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如果看到这vulnerable group 它会怎么样给发生替换呢 older people elderly pregnancy 或者kids children 对吧 那都是可以的 包括vulnerable species 并没有物种 对吧 那这个都比较好理解 好 下个单词substance 它表示是勉强维持生活的意思 包括exist 表示存在 这些大家只需要积累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要注意 如果是not exist 不存在 那它应该会怎么样替换呢 不存在就是表示缺乏 对吧 就是lock off not enough inadequate 这个我觉得 adequate是充足的 那么inadequate就是不充足的 那么这个单词是稍微比较重点一点 高分词汇 那么insufficient也是表示不充足的 对吧 那么这些 同一句话希望大家可以积累一下 好吧 下个单词terminate 它表示是消灭根除的意思 那这个exterminate消灭根除 那么terminate是终结终止的意思 那这些词义它长得比较像 单词也比较像 希望大家可以积累一下 下一个单词t 它表示信仰制服的意思 那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例句 that film have a tame ending 就是说这个电影 它这个结局真无聊 真乏味 你觉得that film have a tame ending 它其实还是 还可以表示这个人性格比较乖 就是怎么说就是比较乖 是so tame 就是这个人性格比较就是不爱说话 比较乖 下一个单词keeper 表示是这个饲养员 包括shippard 表示牧羊员 这些单词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好讲的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本章 第三章单词全部音频了 课程内容可能稍微长了一点 那么给大家错了内容也比较多 希望大家在听完这节课以后呢 可以及时的对置自己的笔记 复习单词 我们单词记忆的秘诀就是重复 好吧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课程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吧 哈喽各位同学欢迎来 哈喽大家好呀 欢迎来到雅思真经此回班